眼前这个小伙 隔离屯会有一手 把矿泉水挂在天花板 扎几个小洞 围成一圈 剪一淋浴间有了 一个指甲剪不够用 咱们攒它几百个 排列整齐贴在墙上 不仅能剪头发 还能照镜子 除了这些 还有吃不完的零食饮料 三明治在左墙 薯片瓜子在右墙 垃圾分门别类存放好 怎么样 上海人民羡慕吗 然而这一切可不是简单的 14加7隔离计划 他已经在这个楼梯间 于是隔离了35年 这里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和一具肉已经烂完 只剩骨架的尸体 这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要从35年前说起 两个毛贼钻进楼梯间疯狂逃窜 为了阻止他们 警察对着哥哥就是一枪 这是外头传来一声巨响 好像是哪里爆炸了 警察没工夫管 现在首要任务 是压着哥俩回警局 可奇怪的事发生了 一摸脖子 一搓头发 警察一脸嫌弃 可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楼大门紧锁就算了 往下一看 怎么还有这么多层 而且一楼下面居然又是九楼 往下看无数层 抬头也无数层 警察警告两人 别想逃跑 独自下楼去找路 结果几分钟后 气喘吁吁的警察 是从楼上走下来的 那往上走呢 却是从楼下走上来了 警察扔了把钥匙 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 被困在了循环空间 警察看老婆孩子的照片一通诉苦 冷静下来发现楼梯上 有个自动售卖机 今天的吃喝不成问题 但到了第二天 警察惊讶地发现 售卖机的零食饮料 也是无限循环 每天都会自动恢复到 原来的数量 旁边的弟弟 却完全没有在意 这些零食饮料 因为中枪的哥哥 失血过多死了 弟弟一怒之下 抢走了手枪对准警察 而镜头另一边 还有一个无限循环的故事 不看到最后 你都想不通 这两个故事到底有啥关联 这一家人驾车出游 大胖是两个孩子的后爹 在经过一个加油站休息时 大胖给妹妹喝了一口果汁 但作为后爹的他 却不知道果汁里有柠檬 而柠檬会导致妹妹的哮喘发作 本来妹妹是带了药 但作为后爹的大胖呢 笨手笨脚把喷雾给弄坏了 这一折腾 谁也没心思出游了 赶紧掉头回家取药去 就在这时 又传来一声爆炸响 噩梦开始了 和楼梯一样 这条公路也没有尽头 无限循环 无论车怎么开 都会经过同一个加油站 同一个路标 即使往旁边草原上走 也会从另一边草原上出来 这两个循环空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说回楼道 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 原来被隔离35年 人和人之间会拉开巨大的差距 如果你每天吃泡面喝奶茶 你就会成为一个干巴巴的糟老头 毫无生机活力 但如果你生活自律 每天坚持健身撸铁 那你将成为满身肌肉的大帅哥 躺停和努力奋斗的区别着实有点大 而这两人就是35年前 因一次抓捕行动 被困楼梯间的警察和小偷 经过35年的相依为命 老头和大帅也一笑敏恩仇 这些年来 大帅利用自动售卖机 每天循环刷新的机制 不断囤货 把一堆矿泉水搭建成淋浴间 牙刷绑在一起变成梳子 指甲剪成排贴在墙上做成镜子 听音乐 健身 作息规律 小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警察则是把幻想中的家人 涂鸦在墙上 他已经有些老年痴呆 兵临失忆了 另一边 循环公路上的情况类似 当年哮喘病发作的妹妹死了 后爹大胖和妈妈活在后悔中 每天如同行尸走肉 锁过之处垃圾遍野 还好小哥没跟他们混在一起 他坚持每天都爬山锻炼 利用每天刷新的衣物搭了个帐篷 拿罐头荡成平底锅 主食仙人掌等绿色食物 35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妈妈去世 后爹大胖也快不行了 就在最后的迷流之际 他突然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个循环空间 他想起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35年前 他还是小胖的时候 就已经经历过这种循环空间 当年有个船夫 因为一次事物把小胖的朋友害死 同样一声爆炸响后 他俩在水上飘了整整35年 也是当船夫快隔屁时 他想起了一切 而船夫的上一个35年 居然是在雪国列车上 他当时就告诉过大胖 千万别上一辆红色的车 显然大胖也没听 还是上车了 结果他真的在循环公路上 被困了35年 而现在轮到他警告小哥 过两天你会看到一辆警车 到时候你千万别上去 不然你会陷入下一个循环 然后掏出了一个红色小本本 就隔屁了 也不知道这本上写了啥 小哥看过之后 就把爹妈都埋了 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 在公路上没走几步远 在这35年没变样的公路上 真的看到一辆警车 正当他准备开门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大胖的嘱咐 他犹豫了一会儿 再次回到了荒野求生多年的小帐篷 但是却点起了一把火 把这一切都烧了 他还是决定告别过去 迎接新生活 因为整整35年 都过着重复的生活 这辆警车的突然出现 真的让人难以拒绝 但就在小哥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他失忆了 按照本子上的指示 小哥剪了头发 刮了胡子 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警察 此时 他接到一个任务 准备去抓捕两个盗窃的小偷 这个警察显然就是 循环楼道里生活了35年的老头 此时老头即将离世 他也想起了多年前的这段公路经历 他突然大声呐喊 老人反复警告着大帅 千万不能再陷入循环 如果你走出楼道 进入了电梯 你就永远也逃不出这个轮回 话音刚落 老人也隔屁了 不一会儿 大帅果然看见 35年来都没变得楼道里 突然出现了一部电梯 这个男人快被电梯按钮逼疯了 很痛苦 他想按又不敢按 纠结到想要开枪自杀 原因是刚刚去世的老人 千叮零万嘱咐 让他一定不能走进电梯 日复一日的生活 突然出现的电梯 对他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他离城宫逃脱 紧一步之遥 犹豫了很久 他没有听老人的忠告 还是按下了电梯按钮 走进了电梯 然后换上了服务生的衣服 这一刻 大帅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与此同时 一对新婚夫妇走进了电梯 大帅帮新郎拎起了背包 就在电梯到达14层时 大帅放出了一只小蜜蜂 然后又鬼使神拆的 将背包扔到了地上 新郎过来捡背包的时候 手被蜜蜂折到了 巧的是新郎正好对风毒过敏 而包里的过敏药 又被大帅摔碎了 一切好像都是注定好的 三人准备下楼去医院 可就在这时 爆炸声再次响起 他们怎么都找不到下行的电梯口 14层的这条走廊再也出不去了 时间会持续35年 也许下一个35年 出口将会是楼层里的某个房间 至此 电影一幕幕闪回 影片中的无限循环空间 其实就是现实中人在犯错之后 走不出的悔恨 爆炸声就是心结的开始 先是警察 有一天他意外发现 自己被隔壁老王给绿了 路火冲天的他 一枪干掉了老王 从而锒铛入狱 每天郁郁寡欢 如同被囚禁在循环的楼梯间中 而后爹大胖因为弄坏了喷雾 回来后和老婆大吵一架 没过多久又再次离婚 颓废一生 最终在浴缸里了结了自己 这情况就像当年被困在无尽公路上 一次又一次的离婚 让他怀疑人生 最后大帅是因为 要是早点劝哥哥自首 不仅哥哥不会死 自己也能早点出来 遇上爱情从此幸福 可他没有 所以他更悔恨 35年其实就是对于 人生的一种隐喻 说到底 这些人都是因为 在人生的某个节点 因为做错了一件事 导致余生都沉沦在悔恨中 无法自拔 循环由此而生 眼前的生活可能很糟糕 可如果你满脑子想的 不是如何变得更好 而是把希望全都寄托在 如果能重来上 那只会陷入心结 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意外空间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